IT全播报 新奇酷炫早知道 三星一直在屏幕上都颇有造诣 拥有着市场上顶级的屏幕制造技术 许多异形屏做的也十分出色 今年受到用户一度热捧的iPhone X 所搭载的异形屏就是三星的产物 早前三星还曝光了屏下指纹的专利 近日三星又一项专利被曝光 根据外媒消息 三星最近申请了一个可卷区显示屏的专利 和LG的卷区显示屏专利不一样的是 此次三星的卷区显示屏搭载了指纹识别 同时还沿着显示屏放置了死铁 用于固定卷起的屏幕 该专利一共显示了两种外观形状 分别是圆柱形和正方形 两种都具有指纹传感器 使用者只需用指纹激活 就能展开卷区的显示屏 在便携性和隐私性方面得到了很好的均衡 不过这次被曝光的专利 并没有说明任何在智能手机上的应用 但是随着卷区屏幕的发展 未来很有可能应用在可穿戴设备上 相信这也是卷区屏幕最大的前景